莫德說這段時間 它的小黃瓜側芽不會跑 蜘蛛 蜘蛛已經公定 也有補兩次的硝酸蓋 稍微看一下 這一般來說就是說 在這個 側芽比較不會出來 有幾種的一個這個 就是第一 就是日照 日照不足 因為為什麼側芽不會出來 生長量不夠 為什麼生長量不夠 原因我們一步一步去推 因為這個側芽 沒一個側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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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側芽 因為太側芽 這個運動變化 太側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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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不會出來 側芽就不會出來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的一個這個 水分攻擊有問題 還是肥料的這個供給有這個問題 這幾種的這個關係 所以這有時候他側芽 就會稍微稍微 那麼所以你可能就是說 如果是已經 當心 當心照說他側芽 應該是更容易的法 你一定要來幫他實動做一個條件 譬如說這個 因為你硝酸蓋已經有補裂蛋肥 其實也已經過了 但是是不是這個吃的部分 稍微注意一下 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吃的平衡 所以這在這裡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就是說這個營養的一個平衡很重要的 就把他噴一層 譬如說如果黑暗的關係 你就把他用這個恩求 它下去呢 它可以去解決一種陰天 因為這種光合作用 效率比較低的一個問題 黑暗天我們用這個 這個 它工藝就還要出 産糧就更 因為 以日本國語來說 如果黑暗不出來 産糧都不出來 最重要就是靠那個黑暗在求那個産糧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那個測養出來 你如果是長 正常正常 也不說很黑暗 你先噴一層這個玉米塑 因為水呢 用下去了 它的測養也比較有拔 所以很多好朋友 都會做會在營 就是說如果黑暗天 他就用一層這個恩求 如果太冷 太冷 我們知道溫度比較低 溫度比較低 對小黃瓜來說 這些十八度 葉溫十八度就比較低 低於十五度 它就有要停止生長 所以在這個中間 如果是溫度比較低 我們一定要注意 注意 給它這個預寒 就是說比較不怕冷 如果溫度都沒有在十八度 但是它就這樣涼涼 利用這個玉米塑就夠了 如果不夠 你比較用調整 大概是這三項 是這樣來做調整 那麼一般下去 它很快 這個隔壁就比較容易拍出來 所以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在這個管理 來幫它做參考 一天我們就以聽眾朋友說 我們很多人說 你種 我看你的種櫃子 種得很合適 它說有四大金剛 說我們神龍電台的四大金剛 金若賣 它就用這個沈海綠藻 然後 要開多火 三領要看高 它就用用微塑 黑暗天就用鎮藻 如果這樣冷的時候就調整 大概這樣來用 熱 叫微塑 冷 調整 如果平常 三領要好 你就是叫微塑 剛才這個金若比較壞 你就是用這個沈海綠藻 那麼黑暗天就是鎮藻 大概是這四項 這是正過的這個四大金剛 一個四項 你可以幫它做一個這個 做一個這個調配 控制的好事 大概這樣來用 基本上 我們的一個政府在行動 就比較沒有很大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給你稍微做一個這個了解 那有時候這種東西 就是說這是塑這個天然的這種生物刺激劑 那你一定要多少配合來幫它做修容 這大概它對它的一個經濟 一個行動 因為鎮藻 這些行動量不起來 一定是含它的一個整體生長 都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這個東西幫它做補充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它的一個水分 水分的一個這個官吏 這是非常重要 尤其你做介質栽培的時候 這種溫度跳館跳街的這種天氣裡面 一定要很注意水分的節節管理 稍微小黃瓜 這個水分一旦有一個水分逆境 它的生長的暫時停止兩到三天 所以這一定要小心在這個水分的 這個管理裡面 千萬不能讓它出現這種的節節症 那些都是怎樣 黑暗天風用春美質這種的 它就有可能 因為春美質我們在溫室裡面 溫度休閒 它需要的水量就很高 結果我們補不夠 這個時候 就出現水分逆境 它的工藝也要出現 所以不是說只有主宰這個應用 這個東西 很重要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要配合這個 這個食堂的節節管理 好